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这里是魔术达的资格达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们上礼拜做了金鱼对不对 但你回想一下 你什么时候比较常看到金鱼呢 是不是在夜市里捞金鱼的时候啊 那通常你捞到了之后 都怎么带回家呢 是不是老板呢 就给你一个袋子 然后呢就把金鱼装回家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学 登登登登登 带装金鱼 很可爱对不对 所以呢里面不一定装金鱼哦 如果你学会了这个技巧的话呢 你里面想装什么都可以 对但老实讲这个技巧还蛮难的 因为东西越大越难装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来学的就是这个带装金鱼 但重点是我们上次做的那个有点大 它大概20公分 那我有做过它至少要在15公分以下你才装得下去 所以呢我们就改良一下这一只金鱼 就不会像上次那么复杂了 我们需要再更精简一点 所以呢我们重新来教一下这个精简版的金鱼 然后再教你怎么把它装进去啊 好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就打大概四下左右就可以了 好那原本是不是他嘴巴是用粉红色的 的苹果结呢 我们这次呢就不需要用粉红色 但如果你想要一样粉红色也是可以的 那记得这个呢就做小一点 红色这个呢就做小一点 OK 好那原本呢是两个环节 我们做小一点之后呢 我们就要改成耳结 好 然后呢我们要把它摆平摆正 尤其是这一个 这个嘴巴 哎呀 嘴巴消掉了 这个有点难补 必须要重新做 因为呢他刚好是吹嘴才可以做的 苹果结 好 所以苹果结 遇到消气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来如果说 你怕消气的话 可以多一个技巧就是把这一气呢 压一压 好让它软一点 那我们呢 再来做的时候呢 就比较 弹气就比较好 不会那么减锋 OK 所以 我们的嘴巴做好之后呢 来 做两边的筛方形 吃两个环节 然后嘴巴呢 让它 正中间一点 去稍微 哎 好 可能不太适合一直在那边挤 来 再一次 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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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 我就继续做吧 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好 好,第一個,我們先把他嘴巴的部分 該把它弄好就弄好 不然耳結做下去之後呢 他更緊繃了,你想要改就會出問題 好,我的嘴巴確定在正中間 還蠻方正的,OK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做耳結了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不會再動那個蘋果結了 不然一直動,然後他一直給我削起 結果頭很大 好,來,接下來呢,身體的部分呢,我們就不要拉太長 小小的,大概我會抓大概四個指幅就好了 好,四個指幅 然後呢,這裡 先給他一個紅結 好,然後再給他第二個耳結 好,一多小小 然後呢,中間呢,一個小環節 很小很小的環節 好,到這邊呢,我們先說明一下 因為,剛剛金魚在袋子裡 你看不到他,所以呢,我沒辦法解析 那現在呢,我們來說一下 來,剛開始呢,頭先做一個蘋果結 當他嘴巴 然後呢,左右兩邊各一個耳結 然後耳結過來之後呢,大概一個三到四個指幅的一個身體 然後後面呢,就一樣 兩個耳結,兩個耳結 然後呢,這邊是一個環節 當他的尾巴,OK 那最後呢,再把他肚子 肚子 拉過來這樣就好了 來,對他小部分 好,拉過來 這樣基本上就好了 他的魚棋就不要了 好,然後呢,眼睛還是要的 所以呢,來,白色的 欸,他剛好要到尾巴了 所以我們其中一顆眼睛呢,就 欸,那當 當尾巴 然後,看一下 這尾巴太小,太大 OK,剛剛好 好,所以第一顆 好,那我們第二顆呢,就要跟這一顆差不多大 量一下,量一下 好,差不多這樣 然後呢,左右兩邊要合起來 打結 再打結 好,電視結了 OK,雖然中間有點長啦 那我們收起來就好了 一樣 嘴巴在這裡 好,眼睛在這裡 我們從下面拉上來 OK 加換一下 好 我們的小金魚 就完成囉 那當然啦,我們給他 上個眼睛 要笑臉或者是 一個黑點都可以 好 來,接下來最難的部分來了 就是我們怎麼把它 塞到那個袋子 按塞到袋子裡之前呢 我曾經遇過一個問題 我曾經遇過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它在這裡 那它如果這樣子翻 會不會覺得它有點像死掉的金魚呢 它會翻來翻去 因為沒有一個平均重量 所以它會怎麼 這樣子 我們都不清楚 所以呢 有一個小技巧 我們呢 在它肚子之下呢 加一個 比較重的東西 比如說 這叫華絲 或者是 我們俗稱的 墊片 然後呢 稍微找一個 有重量一點的 然後呢 把它貼雙面膠 那我們呢 把它貼在 稍微往前的部分 對 所以呢 這時候呢 你看 欸 不管它怎麼 怎麼丟 哎呀 它都還是立起來 就有點像不倒翁的感覺 對 就是這樣子 自己找 也不一定要這種 然後我曾經也有在裡面曬過彈珠 但彈珠這樣滑來滑去 也不會蠻固定的 所以呢 各種方法都可以來試試 好 來 接下來 這個 我們要用 11 或者12寸的圓球 透明圓球 因為你要透明的 你才看得到裡面的金魚嘛 那我有用過10寸的 那可能就很難裝 所以我建議還是11到12寸 然後你在 你在打氣的時候 記得 中間這一段窄的部分呢 把它拉到槌槌裡 我們要打的是圓形的這一塊 齁 然後要打多大呢 基本上一定要過 比它還要大 好 好 有目測就好 但 裝這個呢 有一個技巧 首先呢 我們先把 這個吹嘴的部分 我們先轉圈 齁 這樣子我們 手才不會一直捏著很 很辛苦 第二個 你在塞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讓 你一定要讓 所有的空間 讓氣球 可以包覆住 它整隻金魚 包覆住 它整隻金魚 你才有辦法 抓過來 如果它只包覆一半的話呢 那你另外這尾巴 你就進不去 所以 你的重點是 要整隻一起進去 好 所以呢 可以的話 你盡量把它縮到 尾巴稍微彎一下 齁 然後把它縮到 越小越好 幾乎是一個 圓形的一個狀態 齁 不要有分段 然後呢 從 最尾巴的地方 好 然後待會呢 往下擠的時候 往下擠的時候 兩邊同時 擠壓 然後吹嘴放棄喔 來看一次 一二三 好 好 像這樣子就是失敗 我也不是每次都成功 來 所以呢 失敗的時候 就再一次 好 這就是我覺得最難的地方 而且可以的話 你靠著身體 靠著身體 或許會好用一點 來喔 我這是靠著身體 一二三 來 欸 好 這樣子還是失敗 因為只進去一半而已 這一半呢 你沒辦法包覆過來 所以我們再一次 但為什麼會那麼難 是因為氣球它是軟的 所以你不好進去 如果你改成硬的東西 其實就很好進去 好 盡量讓它大一點 好 盡量讓它大一點 大一點才好進 來喔 再一次 然後呢 手不要擋到讓氣球進去的位置 一二三 好 這次才稍微勉強可以 你看至少有一半都進去了 這樣的一個狀態 你才有辦法把氣球整個翻過來 來 這時候吹嘴的地方 這裡太厚了 這裡把它剪掉 然後呢 我們就要從吹嘴整個翻過來 好 來 所以呢 這樣子 然後從 看你如果覺得這邊比較快 比較窄 就從這裡 慢慢的 慢慢的 這裡千萬不要擠 這裡不要擠 就只能 耐心的 然後慢慢擠 然後慢慢 拉 慢慢擠 重點是不能破 因為你破了 就等於是全部都要這裡 重 才剛講 就給我破 呵呵呵呵 對 這要重新弄 OK 好 所以呢 知道它困難點的地方在哪裡 好 至少我們的小金魚還在 好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因為我們在擠的過程中呢 眼睛 眼睛 一定會被摩擦到 所以呢 這裡 無可厚非 一定會有一些 被沾在球皮上的地方 好 好 來 這一顆 所以這個呢 好 就只能靠經驗了 好 如果你覺得裝氣球比較難的話呢 你可以先用一些比較硬的小東西 欸 比如說像鉛筆盒啊 或者那個 欸 遙控器啊 還是鞋子 好 沒有 反正一些小東西先練習 來 我們再重一次 1 2 3 1 2 1 2 2 3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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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技巧它就是叫 塞球 欸就是 把你要的東西塞到球裡面 好 記得 把它塞成一圈 然後1 2 3 好 勉強可以 只要有過一半都有機率 可以完成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頭 剪掉 我們這時候要很小心了 因為它隨時會想要破來 好 來 先撐開 撐開你的水準 然後呢 從這裡 因為它一直很想從這裡出來 我們就要把它塞回去 好 然後這邊重疊的 把它拉過來 拉過來 拉過來 好 至少這一塊安全了 來接下來呢 往這一邊跑 慢慢的 然後這裡呢 氣球給它壓一下 喔 它就會比較好過來了 對不對 反正你就照著氣球的特性 不要硬幹 不要去硬幹 不要去硬幹 因為硬幹 破掉就是從來 然後 可以拉 可以推 可以卷 用卷的 哎呀 你看 有沒有 整個過來了 它過來了之後呢 欸 後面就簡單了 來 來 你看剛開始的時候 氣球啊 因為你剛剛 那個氣球跟氣球擠在一起 所以它會有黏住的部分 那這個呢 你就 給它敲一敲 第一個先灌大一點 然後呢 第二個敲一敲 欸 它就會掉下來 有沒有 好 那你再來評估一下 欸 這樣子的氣球 夠不夠大 那如果夠的話呢 那我們就保持這樣子 那打 打結 好 最我 最難的地方完成了 對不對 太棒了 然後呢 它在裡面 你看尾巴好像有點跑掉了 那沒關係 你就是呢 稍微 抓一下 抓到尾巴了對不對 然後呢 稍微敲著一下 敲一下 在可以容許的範圍內 給它做一些調整 但如果調整到破掉 你就重來了 呵呵 好 我就怕破掉 我就先暫時這樣子就好了 好 而且呢 你看 原本 原本它應該要在正中間下面的 但 現在有點跑到邊邊 好 好 但你有發現 欸 我自從加了那個華視之後啊 它不管怎麼 跑 它的眼睛一定都是超傷的 有沒有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讓它美觀方便的話呢 就是底下加一個 重量 OK 好 來 最後 最後我們要吊帶嘛 對不對 首先呢 我們用藍色的 來 吹一口氣讓裡面是有氣的一個狀態 然後 來 先打 一個瓶結 打一個瓶結之後 這裡要打第二個瓶結之前呢 我們先把它 先把這個結點 讓它在中間 然後再打第二個瓶結 好 它就會在兩個瓶結正中間 就會被我們勾住了 好 但這裡不好看對不對 所以呢 最後 欸 好 粉紅色的 這一段可以 都是用魚料 來完成我們剩下的東西 好 那我們 圈圈不用那麼大 大概這樣就好 好 口根圍綁起 欸 好 然後 這裡 剪掉 多的地方剪掉 圓形一點 好 然後呢 塞進去 我們的 袋裝金魚 就完成囉 喔 是不是很累人啊 呵呵呵 對 所以呢 每個技巧都一定要練習 那你才會熟悉 才會知道說 欸 怎樣的狀態 它才會 有辦法完成 喔 它這樣的步驟 所以呢 我們這種 塞球的技法 今天 就要交給你囉 那 可以自己回去試看看 那如果說 你有缺氣球材料的話呢 下方商城 歡迎參觀選購 那接下來 該你了 會對我們來說 說回來 會不會 對 F